好聽廣告 Action 山城會客室 口罩政策鬆綁疫情進入另一個階段 未來新冠肺炎防疫的管制將會越來越寬鬆 要如何來預防呢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們苗栗醫院林彥雄副院長 來跟聽眾朋友分享 首先我們先請林副院長來跟我們聊聊 目前苗栗縣疫情的現況 各位苗栗的鄉親大家好 我是苗栗醫院副院長林彥雄 今天很高興很榮幸來在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聊一下目前新冠疫情的一些 苗栗縣的一些狀態 那從今年元旦到現在 我們疫情有慢慢在緩和當中 那我們苗栗縣到目前而言 我們累積的確診的鄉親的人口比例 大概42到43百分比左右 所以確診鄉親呢 這個比例跟全國統計的那種45%左右 大概相距不遠還比較少一點 那有可能是我們鄉親的人口數也比較少 那我們大部分的地方就比較寬廣 所以我們狀況會比較緩和一些 那而且我們目前觀察到幾週以來的一些 確診個案數也慢慢在下降當中 一切的狀況如同我們中央指揮中心的一些 宣導的公布的訊息 慢慢有在緩和當中 那我們一切就按照政府的指示來配合辦理 希望大家相信 在聽眾朋友在日常生活上面 能夠遵守我們政府的一些宣導的措施 好 我們除了要保護好自己 除了要戴好口罩之外 一些基本的衛生習慣也要持續做好 那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副院長 來跟我們稍微呼籲一下呢 各位鄉親可能已經疫情從109年開始 這樣一路到現在109、1011 已經三年來了 那這段長的時間大家都很習慣 都已經把口罩當成日常 所以不知不覺 鄉親們都會覺得說口罩是離不開身了 那漸漸因為疫情的狀態有慢慢的緩和 所以政府在某一些場域已經 有一些鬆綁的措施已經實施了 那所以有些地方可以允許大家可以口罩拿下來 所以不用再強制一定要戴 那不過呢 有一些地方 目前去到相親或是聽眾朋友 去到這些場域的話 是被要求是一定還是要戴的 有像到醫院來看病或是探病 那或是做檢查或是開刀住院這些 你到醫院的場域 這個地方因為疾病的關係 還是必須強制要戴口罩 那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是護理之家 或是老人安養院 這種機構式的長照設施 這種地方因為他們的對象 都是相對比較虛弱的一些民眾 所以各位鄉親或是聽眾朋友 到這些地方去的時候 也必務必一定要把口罩戴好 那此外呢 到了比如說公共運輸的場所 或是公共運輸的交往工具裡面 你坐車的時候 這些地方因為空間很狹窄 那很密集 所以這個地方也必須要戴著口罩 除非你剛好要用餐 或是某些時間你必須要喝水 那在某些特殊的場域 規定的狀態下 你可以暫時拿下來 但是原則上你在這些地方 你還是要把口罩戴得好 副院長說的是 雖然現在口罩在室內戶外 都已經做一個鬆綁了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不能在疫情 這個部分做一個鬆懈 所以還是要在特定的一個場域的部分 還是要戴好口罩 以及也要請家的洗手 才能夠把自己保護好 以免自己確診 或者是所謂的二度確診 雖然疫情趨緩 但是接種次世代疫苗追加劑 對一些新興變異株 人具有保護力 預防最好的方法 是否還是要持續的打疫苗 建議哪些族群更要施打呢 各位鄉親 親眾朋友 那我先做一下背景的說明 那大家都知道 這段時間以來 疫情在指揮中心的規劃下 大家都有知道說 這個疫苗就是 防範這個新冠肺炎的一個感染 是最好的一個策略 所以過去在各種管道都有 政府都有強力的宣導說 希望大家 鼓勵大家來接種疫苗 這個病毒呢 新冠病毒也不斷的在演變 從最早期的原始的病毒株 到現在最新的變異型的 新變異的病毒株 已經歷經非常久的一個演變 所以有很多種型態的病毒株 已經漸漸在演變 所以所有的疫苗 也跟著與時俱進 那我先講一下 目前的狀態 我們苗栗縣目前 第一劑的人口數的接種 大概89%左右 89% 所以有差不多11%的 鄉親還沒有接種過 一劑都沒有接種過 所以打第一劑只有打到89% 所以我們希望 從來沒有打過的這些鄉親 盡可能在這段時間 尤其這個病毒株 越來越演變的過程當中 可以趕快出來打接種疫苗 是得到保護的最佳的方式 有一些策略在我們指揮中心宣導之下 苗栗縣衛生局配合指揮中心的宣導 我們有一個方案叫做苗栗健康 疫苗加一解封就安心 這種宣導的活動 在我們現在就開始 一直到4月底 那我們希望剛剛我提到的 因為我們的第一劑 尤其第一劑都還有10%到11%左右的鄉親 都沒有來打 所以我們希望 如果你從來沒有打過第一劑的 那只要你有6個月以上的年齡 都可以出來打第一劑 那我們目前提供Novabes 這種一個新的蛋白疫苗 或者是原來的莫德納或是BNT的疫苗 都可以當成基礎劑 就是所謂基礎劑就是打第一針或是第二針 都叫基礎劑 所以如果鄉親或是聽眾朋友 你從來沒有打過 一劑都沒打過 或者是你只打過一針 你的基礎劑第二劑還沒完成前 我們都認為你應該要趕快來把它完成 把這個追加 把這個基礎劑把它追加完成 所以我們叫加一 盡量加一就對了 那如果你有完成的基礎劑 所以你過去打了兩針 那我們也希望你加一 趕快來追加劑開始 從第三劑開始就可以追加 那只要你距離上一針有超過84天 就是我們所謂的12週 12週12個禮拜 滿以上84天滿以上 你就可以來追加下一針 所以你如果以前打過兩針的基礎劑 我們希望你滿了這個資格之後 這個條件之後 你就趕快來再加一 就是追加第三劑 那你如果打了第三劑 那我們也希望你來追加 第四劑或第五劑 這種增加一劑的追加劑 那為什麼叫加一呢 因為你過去可能打的追加劑 可能是之前的型態的疫苗 病毒株的疫苗 那可是因為現在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我們現在已經流行到最新變異型的 所以我們希望如果你是追加 比較後面的追加劑的這些鄉親 那你只要再符合 剛剛我講的有84天 就12個禮拜以上的話 你符合這個條件 那在醫師評估許可之下 我們就推薦你打次世代 這個叫莫德納次世代 它裡面含有兩種的病毒株 新的這個保護力會跟得上現代 或是Nomalase 某些特殊不能打這個莫德納的 我們就可以打Nomalase 有兩種可以選擇來追加 所以這些我以上 宣導的不同的對象 希望你們可以在適當的時候 在這段期間 我們趕快出來追加 打這個加一 這個疫苗 可以使得各位的保護力會更好 是的 疫苗加一 解封安心 那我們節目最後 想要請您副院長來幫我們 稍微做一下補充說明的部分 在節目的尾聲 我建議各位鄉親或聽眾朋友 有以下的一些呼籲 尤其是50歲以上的苗栗相親 特別是65歲以上的這些更年長的相親朋友 如果你有符合剛剛我提到的那些條件 你可以來追打新冠疫苗的話 那希望你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希望你們趕快來追加打這個疫苗 所以會推出一些鼓勵的方案 那到3月20號之前 只要有相親有來追加打這個 剛剛我提到的那些疫苗 65歲以上的年長者 我們每打一個 我們就會給你500塊的禮券 那50歲到64歲的相親的話 會有200塊的禮券 那只到3月20號 那希望各位鄉親在這段時間 可以鼓勵家中的長者 如果符合施打資格的話 那就鼓勵他們趕快來到各醫療院所 經由醫師的評估 那我們來施打這個疫苗 使得鄉親能夠得到更多的保護 那對我們的健康 可以多更多一層的保障 對 我也要再次的呼籲大家 疫苗加一解封安心 今天三層會客室 非常謝謝苗栗醫院林彥雄副院長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林副院長 三層會客室 我們下次見 謝謝